好 北部地区在22号晚间出现了大雷雨 导致这机场航班是大乱 华西航空1276班次在松山机场 降落两次都不成功 让旅客是吓坏了 而根据了解 至少有五个航班都受到了影响 不得不先转到高雄小港机场加油 再返回原地降落 幸好最终平安结束这场惊魂季 大雨哗啦哗啦下个不停 受到封面到来影响 22号晚间北部地区下起大雷雨 导致多架航班大乱 华西航空1276班次 原定晚上七点半起飞 却因为雨势过大 延后到晚上十点三十二分才出发 不过抵达松山机场时 又因为天后因素降落不成功 只好飞到高雄机场降落加油 再飞回松山机场 让旅客们吓坏了 直呼这辈子没见过旅客们还行有余悸 虽然对于气候因素 让飞机延误长达四个小时 旅客们还能理解 但是航空公司的补偿 让他们实在无法接受 天色以晚却只拿到苏打饼干果腹 下飞机后还叫不到车 简直是雪上加霜 而桃林机场也因为侧风太强的影响 让长荣的两个航班 以及新宇一航班 不得不也先改降高雄小港机场 等加完油后 才成功在22号晚间返回桃园机场 这一趟惊魂旅程给了许多民众难忘的一夜 记者综合报道